2021年度 武林峰十大KO第一位 铁英华KO刘亚宁 精彩指数 十颗星 2021年1月23日 横秦之巅 武林峰2021全球功夫盛典 武林峰世界功夫之王小虎铁英华 在WLF67公斤世界功夫之王争华赛 魔鬼八人战首战 面对武警拳王刘亚宁 第二局1分47秒 铁英华用一技借金四座的神龙牌尾KO对手 他也用自己的必杀器 向世人强势宣告猛虎归顶 好 现在进入到了世界功夫之王争华赛四分之一决赛B组的第一场比赛 B组的第一场比赛是大家看到的小虎铁英华 他是首位中国籍武林峰世界功夫冠军的获得者 是 那么他的对手刘亚宁呢是前武警总队的散打队员 他们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 也有过交分 有过一次交分 所以上一场比赛呢两个人交分的情况是小虎铁英华点数获胜 那一场比赛传在的争议很大呀 尤其是刘亚宁觉得那一场比赛不应该是自己输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的话他可能会翻盘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我是觉得的话就是从两个人的这个那一场比赛的表现来看 就即便是正常的情况下 我觉得刘亚宁也未必能够赢得了铁英华 所以今天再给刘亚宁一次机会 所以在刚刚两位出场的时候 孙老师也有注意到了小虎铁英华有了一个强大的粉丝团 小虎铁英华来到澳门来给大家 这种粉丝团的现场 诸葳对运动员的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孙老师 那我觉得这些精神层面 就因为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 中国的不管什么项目 有很多的华人华侨到现场诸葳的话 那你觉得就好像有点主场作战 就是一定有家人有亲戚有朋友在给你诸葳 你的劲头会更足 你的技战术发挥的可能更加淋漓汉长 所以可以激发你的浅斗志 激发斗志 对 所以小虎铁英华的这个技术特点就是拳法非常的硬朗 他也干净不拖泥带水 也是一个进攻型的这样一个选手 刘亚宁的这个技术风格呢 他是一位三大戏的选手 灵活多变意志力顽强 当然他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拳法也是比较突出 所以今天两个人其实拳法都不错啊 看来都是有备而来 是 若干次的这个交锋嘛 知己知己 无如高扫 几副 两个人这个时候节奏放慢了 扫空 飞溪 差子好礼啊 刘亚宁请坐一身冷汗 说这个铁英华的这个冷膝啊冷腿啊 也是他的杀招 对 所以我觉得刘亚宁还是要打快多变 这是他的一个风格 对 小虎铁英华就是想要跟你打对攻 就是挤进去 因为 不要裸抱一次的提示 因为铁英华确实是会变了 我觉得他的这个身体的能力 要比以前强很多 他的心目当中的英雄呢就是 有点时间 王冯祥 高扫 转身后摆圈 转身 好 两个人 同时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 所以这样可能会产生 就是相反的效果 倒是放松啊 然后心态也放松啊 动作也放松一些 可能会发挥更好的 其实放松是 是必须的 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大战 如何能够放松他下来 是不是 孙老师 太强大的心灵 尤其是他已经拿到过这个世界功夫之王了 好好好 好 第二回合战 第二回合战比赛开始 命中了 虽然没发上力量 就是钱一华他的这个和对方 对攻的这样的能力非常的强复 快 刚才一个接腿摔 对 哦呦 这个后扫腿加个护摆拳 又命中 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 田一华的这个背部已经被刘安宁踢子了啊 对 可见他的腿很很重 这个介绍说 他们两个人都是意志顽强 对 一个拳风硬朗 打法干净 是吧 进攻型稳定 对 另外这个谁呢 转身 哦 也是依赖拳法 哦 哎呦 好 一个反方向的一个 这么紧张的比赛 大家你看两人还很友好 对 动作完了以后才 还在扑一下拳 对 这就是我觉得高的比赛手 对 嗯 哦 这个肌腹 十大历程 这场比赛真是 太厉害 接界 是 有转身 哦 快 快 快 这一套 神操作啊 对 啊 一个组合拳加一个后白腿 8 6 7 6 6 这个时候起身以后 看向自己的教练 好像他不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一样 对 一片有点 一片后白 对 有点吗 有点吗 我们的比赛规则 还行不行 哎呦 啊 太遗憾了 太遗憾了 我觉得 财团也是 基于最后面的保护 对 对 对 他会去看 首先是 他的眼神 是 眼神有没有换散 他能这个意识上的 是否还是 这个特别的清醒 我们裁判员会从他的身体 表现出来的状态来做出判断 尤其是瞬间会有一个晕缺 是 一个弹道空白的一种感觉 这个时候我觉得刘亚宁刚才 不应该看向他的 这是一个 不太自信 这个是叫什么腿法 我觉得这个转身后摆 但这个角度很难 我觉得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让我小虎这个 再来看一下 高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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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身 啊 脚后跟挂到了对方的下巴 非常的重 对 又要能硬身倒地 恭喜 陈一华 进入到半决赛 比赛结果 红 方 上 Let's not win